老二今天又闹脾气 结果我就没有再等他 就让他在家里了 就没有送他去学校了 后来他认识到了错 后来一直在打电话给我 一直在打电话叫我回去接他 然后我说你这是教训 我就说你要知道 你现在一开始他给我打的时候 还是哭着说回来回来 就没有礼貌 我说你没有礼貌 第二你还在哭 等你不哭的时候 你再跟我打电话 后来他不哭了之后 对啊连续又打了很多电话 不停的我不停的就没接 最后我接了 然后他真的是没有哭了 然后跟我说 他说要回来接他 我说对不起你已经错过了 那你但是你现在不哭了 我觉得你很拐做得很棒 那你下一次你要记住 那你今天要好好在家里看书 然后没有手机 没有iPad 没有电视看 然后今天晚上早点睡 明天早上你要起得比我还早 或我也不会再教你了 如果你还是这样的话 可能你再次错过 所以的话你今天虽然我接不了你 但是我相信你知道了 下次你不会再错过 OK就这样 就哎呀 孩子的这个事情 就也是烦恼了一早上 然后呢 接着就是我在想 就上个礼拜发生了特别多事情 首先我在上一期的视频 星期三上完课之后 就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班上就因为一个事情 说话用语言的事情 大家就是有点不同的意见吵起来了 然后接着经过一周周末 差不多半周的时间的发酵的话 现在就变得越来越那个 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会怎么发展 但是至少就是有点不可预测 我怕就是希望它不会更加糟糕 另外的话上个礼拜发生了好的事情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3月8号我去电影院 看了那个Chunk and Dunk这个电影 跟我的朋友Marty 还有几位其他的朋友 一起去看了这电影院的收音 这个片子在现场 其实也是蛮多人参与的 都基本上都是亚裔和华裔 现在我们再回来去聊一聊 这个关于我们表演班同学之间的 一个事情的发酵的过程 那天我们不是讲了吗 就是因为在课堂上有一个同学 他说你恨他 就是说这个同学恨另外一个同学 其实这个是在这个reputation 老师也说过其实这个里面所用到的这个词 这句啊其实不重要 当然呢不要去有带有这种人身攻击啊 或者是种族歧视啊 或者骂人啊之类的 这些是要避免的 但是那个就有点模糊 就说你恨他 或者说你不喜欢他 但就因为这一点 然后其中有位同学就快结束上完课的时候 就说问老师说这个是可以用的吗 我们有什么就是标准 哪些词不能用 但是他说 但很多同学说 这个词其实没有问题 也没有很大的伤害 但是没有问当事人了 当事人他当时是流了眼泪 就是有点受伤了 那但多数人就觉得这个词还OK 老师也说这个是他当时的状态 也是马马虎虎可以接受 但确实是大家要注意用词 就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就在这个聊天的group里面 就大家就炸开了 就长篇大论就来说这个事情 然后包括说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拍过照片放到那个群里面 大家都就挺反对他的 其实我是蛮没有那么大的反应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还是文化的差异吧 我们中文啊 亚裔啊 或者是华裔的话 我们还是蛮喜欢去拍一些照片 然后分享在群里面 但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一个隐私 但是在他们看来现在就是说 觉得这个是很隐私的 他们就很坚持着两方 就是不同的意见 就是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我发现就是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 在我们来说 估计这个就不太容易产生这么大的反应 然后当然一开始就源头来说 可能在华裔的亚裔的人当中 用这些词也会更紧慎一点 不会用的那么狠 所以源头上可能就在 会避免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但是其他族裔的 特别是白人的话 他们就是有时候说话就 这种一开始 像比如说什么 这些习惯性的用语里面是很正常的 这个F词的话 用在不同的语境和用法 是有很大的区别 有些时候它是一个口头的习惯的 甚至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程度的 一个副词而已 形容词而已 所以并没有那么严重 但有些语境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来说就会 没有一开始会可能会就 在正常时候就不会用的太多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处理方式也会不一样 就还是以和为贵 但是他们的话就是会坚持 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是目前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到后面会怎么解决 现在就有点感觉大家有点分裂了 就是一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反正被抓到了把柄说拍拍照放在群里面最后变得有点被动 然后另外一方的话就赞同的人会多一些 反正搞得有点复杂了 然后我们的老师又不在群里面 所以他们也不太了解这个情况也没有办法在 而且的话在美国的这种表演班或学校里面老师参与去处理你们这些问题的基本上不会怎么插手 不像中国啊有问题就到了上面啊老师这一题老师会去帮忙处理或者说去啊就是比较去干涉啊 那我们现在这个都不会基本上是靠自己去讨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还好就基本上都是理性的 但是我就怕就是我就其实担心就是这种影响到课堂以后大家的关系 这种大家的分裂啊 我在前面几期的视频里面其实基本上谈的都是说我们的同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越来越融洽啊大家越来越熟悉 但现在我就确实不太知道将后面会怎么发展了 我也是因为英文方面啊和我就没有去表达太多东西的 也包括我的文化背景吧 可能我不愿意去没有那么积极的去参与讨论 也很难表达出我这个 即时的表达出我的各种想法 然后还有就是要去处理这些也要花很多时间 那我时间上也确实不太允许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代表了很多亚裔华裔的人的一些特点 反正总之这个还确实有一些影响了 那我漏掉了一个就是奥斯卡颁奖典礼 昨天晚上刚刚进行结束 最大的赢家就是杨子琼这个电影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这个电影被提名十一项 然后其中获了七项的假项 那也是历史性的 包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本 还有最佳女主角 这都非常重要的奖项 对亚裔华裔的电影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然后同时对这个很多方面的人 年轻的也是受到鼓舞 然后年长一些 像杨子琼今年60岁了 他获得了最佳女主角 然后最佳男配角 那个《关继威》他是几乎要放弃这个演艺的这个事业了 然后现在又因为这个片子给他带来了很多这种肯定和这种荣誉以及鼓舞 所以那对我来说当然也是有鼓舞的这个作用 因为我也是年龄也是40多岁了 40几岁了 然后也是当然希望在这方面努力 然后有一些方面能够得到肯定 那在这样的环境下那我们的将来的机会肯定亚裔啊 怀疑的角色的机会也会有所增加 然后被肯定的机会那显然就会更多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好那补充到这 下完课了 然后已经在高速上了 刚刚脱堂了 所以现在是1点20多分 快一点半了 今天呢一到学校的时候就遇到了同学在一起进教室的时候 就有聊我的刚刚聊到的那个班上在讨论吵架的这个事情 就他也觉得就哇就尽量的就是不要去找这个浑水 然后他也说那个老师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 都已经知道我们在发生了什么东西 然后一进到教室呢 我感觉很明显大家都很有克制 就是尽量的去缓和这种环境 缓和这种状况 就是就大家说话都比较小心 都以那个积极的词语为主 就是没有那么有进攻性 对总之就是大家有节制嘛 就有控制 大家笑容也更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然后接着就是开始上课 老师说今天的话加一个情境 两个同学从门外进去 之前的话已经开始的就是有人从门外进来 就是一开始他等于没有看到你在做什么 这个同学在做什么 然后同学从外面进来之后才知道 所以这个反应就跟我们坐在那个教室旁边 看的是不一样的 那今天家的情境是什么 就是有人敲门 就是他做这个练习的同学呢 在教室里准备准备好之后开始 然后接着门外就有人敲门进来 那敲门的话你可以很急促的敲门 也可以是慢悠悠的敲门 那对方要就这个同学的要做出反应 然后去开门 开门的时候要对这个开门的态度 behavior要做出这个一个描述 就是说比如说 You're urgent You're urgent 就是你很着急 这样的一些reputation reputation呢 都是在讲behavior 就是讲状态 对方的什么状态 那他听到之后 他反应过来的状态是什么 就讲状态状态 那第一位同学是什么 第一位同学是好像 他讲了一个 他在准备要出去化妆准备 然后同学进来 他呢就讲到了一些 就是自己比较个人的一个 有点secret的这种东西 就是他去再要去见他的一个情人 那那个情人的话是已婚的 所以他内心有点矛盾这个过程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 一个同学呢 他在写一封信 写给他的一个好朋友 但那个好朋友 他感觉到被这个好朋友欺骗 因为那个好朋友呢 作为一个很近的好朋友 居然没有对他 就是对他不诚恳 就是隐藏 隐瞒了很多事情 结果他被 现在是他被被捕入狱25年 所以他挺为那个朋友感到惋惜 同时又很生气 他为什么不把他当朋友 没有跟他坦白过 或者说是甚至需要他帮助的时候 也没有说过 这样的一个情景 然后在后面一位是 一位同学是 不过都很多都很个人的 因为老师的话 可能有一些提示使得大家就更加的去挖掘自己 所遇到过的 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比较 令他有感触的事情 所以 今天的几个人的事情 都是那种比较有个人的东西 甚至有点 平时不会讲出来的事情 所以的话最后一个我也算了我也不讲了 反正总之就是 这次的练习加了一个情境 更加从内心 那个练习的 所要做的事情 就不是去表演 不是去展示 甚至很多时候就说 你并不需要去语言 去说明 如果你是真的是 脑子里面描述好了 你要做的这件事情 是具体什么事情 怎么做 然后什么时候要做完 做完了 会有什么结果 没做完会有什么结果 然后要多久时间做完 然后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做到多好 这些东西想清楚了 想细了 你的所有的行为 你所有的动作 你所有的状态 就是对的 一般说到表演的话 就会去不断的加 在表演上加很多东西 就怕别人不知道你在演什么 但事实上表演越纯粹 越单纯 越简单 越好 那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 他们 我现在下课了 因为有点晚了 我要赶回去 所以的话我先走了 然后也有几位同学 跟我一起先走了 那剩下还有几位同学 应该是在 还在那里讨论 这个语言的边界 就是boundaries 也希望他们能聊出个结果 希望我们的课堂环境 又来比较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